炎热天气来晚清凉冰品是许多民众消暑的好选择 台北市卫生局为维护消费者使用饮冰品的卫生安全及品质 自今年3月下旬起抽验散装饮冰品及配料 第一波共计抽验134件 检验结果一件冰品配料减出含脊额吸酸及微防腐剂 不服食品添加物使用规范 卫生局已要求业者下架并追踪不符规定的产品来源 那在我们这一波的话我们总共抽验134件的产品 那其中包括75件的饮冰品 那还有包括59件的一个配料 那这个饮冰品的部分有包括饮料冰品还有冰块 那这个部分我们是检验生命中的微生物的标准 那另外在配料的部分我们检测的是防腐剂 那还有包括佐射剂跟花青等等 那在这一次的检验结果里面 其中59件的这个配料 有一件的这个叫做魔力水晶的这个产品 那是检测出有个饥饿吸酸的过量的情况 那这个部分是违反食品添加物的一个规定 那依照审法的一个规范来讲的话 它是违反了第18条的规定 那依反可以除3万块到30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缓 那卫生局这边也就是提醒在这个夏天 因为毕竟冰品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个产品 那也特别有呼吁食品业值应该注意四个部分 那一个是包括环境器具的部分 那环境器具当然包括冷藏冷冻的温度要符合规定 那另外一个是在作业人员的卫生 譬如说是不是有进行健康检查 那手部的清洁度是不是足够 那另外一个就是原料的来源 那当然原料来源你跟合法的供应商购买 那同时也要去记得保存相关的来源凭证 那最后一点就是在饮品品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水源水质的这个品质的法官 那我们知道在这种饮料业饮兵品业的水源的一个使用量是非常的大 那所以要特别注意相关的管线 那还有包括就是所有的这些滤芯的一个定时的更换 卫生局提醒饮兵品业者从四大重点进行卫生管理 包括环境器具作业人员原料来源水源品质 民众如有食品安全卫生问题或消费疑意 可来电台北市民当家热线1999转7079洽询 记者离席会台北报道